世界军力排名,一直是广大军民爱好者,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,军事实力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,同时也是保护国家安全、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的保证力量,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强弱,其中有很多的因素。 当然武器装备是军力的重要因素之一,但是我们单一的拿某一款武器或者拿几款武器进行简单的对比,其实这是不科学的,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呢? 如今世界军力排名前三甲中,到底中俄两国谁是世界第二呢?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军事专家张赵中老师是怎么说的,是军事实力排名要考虑哪些因素,记得早在2017年海峡两岸一期节目中,主持人李洪文张赵中将军这样的一个话题,在世界同等水准的这样一个军事力量对比上,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? 张赵中将军,我们通常就是讲作战能力,一般武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,武器的因素再加上人的因素,人对武器的使用,还有人的战法运用,再加上编制体制,编制体制其实是一个人和武器联合计,武器加人加编制体制等于作战能力,现在大家习惯的从武器这一点来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, 就是什么中国歼20,空的20,歼16,辽宁舰航母,055,052,地区逐渐等等,一个个拿出来说武器,这样一个个说武器,其实我们是无法计算的,因为武器它是禁止的,它是一个工具,一个东西,所以说这样来说是不完全科学的计算方法。 张肇中将军,国外就是专门有一些网站,他就对这些武器进行评说,它是什么方法呢?就是用指数法来评说,我们举个例子,就是拿美人的F-35和中国的歼20进行比较,F-35的尺寸是多少,作战半径是多少, 隐身能力怎么样进行综合评分,来断定F-35和歼20拿款战机更先进,就是用这种方法综合算下来,再加上导弹,战机,航母,舰艇,综合算下来不包括核武器,基本上外国的评论就是美国第一, 这是毫无疑问的,不管你怎么算,算什么,海军啊还是空军啊,算导弹啊,还是算陆战队啊,美国一定都是第一,第二名就会出现分歧,第二名在很多的指数的评价上,俄罗斯和中国只差零点几,可以说是不分伯仲, 但是通常在更多的情况下,俄罗斯要比中国要好一点,中国就排第三,其实中国已远远超过俄罗斯,位居世界第二,张照中将军,但是根据我个人的情况,中国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俄罗斯了,尤其是成规武器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俄罗斯,俄罗斯成立以来,就是1992年到现在这么多年, 它都没建造过去逐渐以上的舰艇,所以说俄罗斯已经远远落后了,所以说,中国应该被世界认为综合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国,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。 总结,中国海陆空战力跃升,中国军力排名世界第二时至名归,进入2018年,中国海空力量各式捷报频传,喜报不断,辽宁舰行程战斗力,国产航母成功海事,第三艘船舰航母公开亮相,中国海军向越洋海军加速迈进, 尖到20行程战斗力,运赴20空投空降,尖16战斗举办巡航,中国空军战力倍增,再加上东风40亿洲际弹的导弹,第十次试试取得人马成功,等一系列事实证明, 中国综合作战能力已经金飞溪比,稳居世界第二更不足为奇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